大叔在2024年的3月7号大早6点为您带来的DOTAL直播比赛解说啊 那么因为昨天的这个比赛呢 中国战队XG是在最后一轮 其实小组在第二轮到最后一轮比赛 也就是今天啊 实际上今天晚上开始的比赛 XG还是最后一轮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就是说XG的比赛 我们要熬到早晨四五点钟啊 如果前面的比赛打的比较久的话 我们要等到早晨六点钟左右的时候 才会开始这个XG的比赛 好吧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场比赛小狗加TB 这是个辅助TB 这是个辅助TB 3号为的DOTAL 4号为的DOTAL 大哥为的小狗加5号为的TB SR拿出来的阵容呢 是马尔斯 凤凰 LINE和TA 从搬选顺序来看的话呢 XG是先拿出来了小狗加末日 然后SR那边仍然给第四手拿出来了一个TA 这个头真的不是一般的铁啊 不得不说这个末日这个英雄 他不管怎么打都可以让对手这个TA的折光瞬间清零 大招加上 大招加上焦土 然后包括这场比赛小狗可以考虑去做一个灰药 对吧 连爱秘的小狗可以考虑B张灰药 这些东西用来去打TA的话真的是太简单了 而且小狗的一个英雄呢 他还有一个解决这些C的方法呢 就是出A对吧 出一个A杖 然后给你脚械 我给你脚械了 让你让你被脚械 然后没法去给输出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大叔你猜一下XG中单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啊 蓝猫 蓝猫 紫猫 火猫都还在 从对手这个最后一手的电狗来说的话 猫系都不错 猫系可以冲脸 猫系可以冲脸的情况下 火猫打电狗可能有点不太舒服 蓝猫或者紫猫吧 紫猫出来了 紫猫出来了 拿的是紫猫 紫猫的话这样比赛还行 其实 蓝猫 蓝猫跟火猫 还有紫猫 这三只猫都没有被搬 蓝猫去打对方这个阵容的话 有点费劲 因为蓝猫有点怕那个 怕TA的魔精陷阱 紫猫其实也怕 但是紫猫的好处是 他进场的速度会更快 他进场的速度更快 也就意味着他先进去以后 对方没有办法去预判 没有时间准备 这个是紫猫的一个优点 火猫的话 我没去猜火猫的主要原因是 火猫这个英雄节奏稍微有点慢 还是跟昨天那句话 昨天那个直播的时候 一个意思 就是说你紫猫这个英雄 他中路如果兑现的是一个 像丽娜那样的这种线霸级英雄 对吧 你拿个近战英雄 你除非你是像龙骑士 像伐木鸡等等这类的英雄 包括还有一些英雄 他中路他面对丽娜的时候 他可以采取去勾兵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但是紫猫不行 紫猫他兵勾过来打不过 这个是紫猫比较尴尬的一个点 这场比赛我们来分析一下阵容的优劣 首先对方的TA非常好解决 无论是小狗还是末日 都是非常轻松的可以解决对手TA的 那至于RTZ的电狗 解决TA的话 末日带狗就可以了 就是小狗钻末日 就比较好找 找电狗的话 可能钻钻子猫是一个更加优秀的选择 不过顶着小狗 顶着小狗的情况下去选择拿一个 变狗这个这个C位出来 SR还是有点想法的 TB辅助最近有看到一些 TB的辅助最近确实 昨天的紫猫被打崩了 不会有阴影吧 不至于 这些职业选手某一个英雄 玩的场次都是按百场以上计的 就是几百场的场次去练 甚至这种年头稍微长一点的职业选手 他的自己的一些 绝活英雄可能都是按上千场去记的 这个OB在干嘛 神经病吧 不是 这个OB在干嘛 大哥你可是官方OB 感谢Larry老板的好多个圣典门票 谢谢老板 感谢小丛小丛老板的神奇金杯 感谢 罗X97老板的十个牛蛙和毛票 终结者老板的五个小花花 让比赛开局抢服呢 两边非常的无聊啊 都没有去跟对手的英雄接触到 那么SR这边拦过来以后 那一个官 哎呦漂亮啊 抢到了 XD这个四伏开局 有点秀的呀 你别说 这个四伏开 一级没接触 四伏加一血 什么梦幻开局 我的天哪 XD这个开局 直接是一千加的存在经济优势 四伏加一血 这真是一个梦幻开局 中路的紫猫去打TA的话 这个队线要舒服得多 要比昨天打那个什么 莉娜要舒服得多了 那莉娜那个英雄 他的手的 长度 他的技能消耗的能力 他的队A能力 那个英雄本来就是一个纯纯的线把 TA跟这个英雄 跟这个 莉娜肯定是没得比的 而且TA在前期 他只有物理输出 而物理输出呢 小毛可以通过这个共鸣脉冲来解决 现在小毛的反补数 已经有点逆天了 2-5的一个正反补 不过由于一直没有拿到正补 这个兵线一直没有去打掉 呦对方还给垫个刀 仗义啊 这个地方小毛这个倒霉不到 有点可惜 远程冰 不过前两波兵下来以后 小毛五正五反 给对面的这个TA也就不傻了 5号为TB 是的 从阵容上来说的话 对手的TA很好解决 这个电狗也不算难解决 嗯 不好处理的点是这个 马尔斯加凤凰和Lion 345这个几个位置的话 有点厉害 然后就又要回到XG 他们之前比赛的那个问题了 就是这个输出点 哎 我是真的不理解 为什么XG现在他们拿比赛 就这么不喜欢给轩手拿输出型英雄 就是你 你会发现 现在XG的比赛 他们在BP的过程当中啊 就主打一个 我所有的人 把技能全甩住 只够击杀对方一个英雄 这种情况 哎 就 现在XG的这个BP 我真心觉得这个BP手 得得得换一下 得换一下思路 不用非得换人 但是应该换一下思路 每场比赛 你把阵容拿着 都是所有的输出甩出去 只够击杀对方一个点 那对方无脑拿三盒 你就不可能赢啊 对吧 就这么简单吗 对方无脑拿三盒 你就是赢不了 这场比赛 由于是一个 这个Severide的这个马尔斯 挺浪啊 这个这点血量玩的 也没有补给品 小猫男火猫还算有点输出 火枪还算有点输出 他不是 他不是 他不是说一个火枪的问题 他这个整个阵容的输出 就主打一个第一 你说这样比赛 他5号位TB 4号位的毒狗 这都不是输出型的补助 3号位杜姆 也不是个输出项的补助 然后中单子猫这个英雄呢 他是一个贴脸很厉害 骚扰很厉害 提供控制的这么一个 一个角色 他也不是个输出型角色 然后输出只有一个小狗 小狗呢 按照现在这个 AME的出装思路呢 他的整体出装思路 又是用毕章辉耀 那毕章辉耀也不是个 爆发型的小狗的出装思路 所以现在XG这个 主打一个就没伤害 这种BP的想法 就是大家看最近 为什么XG这个对线 每一场比赛的这对线期 经常是对线期 就被对面打爆了 遇见个稍微强一点 对我就对线期就被打爆了 阵容没伤害 他阵容没伤害的话 对方在前期给你机会 你不中用啊 对吧 给你机会 走位失误 控制技能挨了一堆 然后发现伤害打不死人 这种情况 在最近的比赛当中 出现了不是一次两次了 然后每次团战 就需要打得非常的难受 这关一画崩一下 然后小猫这里 在中路现在的补刀呢 16-8 对方的TA20-5 TA的折光等级上来以后啊 这个紫毛确实打不过 这里TP过来 给他给上一个倒影追着A几下 捕捉卫的TB 他这波是没加变身吗 加了 但是并没有上 主要是小猫的状态确实有点太残了 快说为啥没考虑去当教练 我哪 咱们当个解说 当个主播呀 上帝视角 在这瞎白糊一会就行了 这跟专业的那个人家差的太远了 不能比 不能比 看看这里 电狗弄一个扔了一发 这个磁场 这个磁场扔的呢 反正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啊 但是好在凤凰这里是成功的 换掉了对方的一个独狗 电狗 呃 独狗啊 本方的电狗是优先被击杀了 然后独狗这边被击杀掉了 小猫就接着往前追 一个电 漂亮 再拿到对手一个凤凰的人头 但管人头数来到了一个3比2 但是大家可以留意一个细节啊 留意一个细节是什么呢 开局 插机是四伏开的 四伏开 哎 TP这块变身 但是马上被对方一个长毛直接给盯回去 插机是四伏加一血的开局 零分钟的时候 他们的团队经济就已经领先到一千以上了 现在的人头数着3比2 团队的经济领先优势已经不到一千了 也就是说在对线打了五分多钟 快六分钟的这个时间里面来说的话 又是一个劣势 对线的补刀又是个劣势 刚吹完小毛的补刀 现在反过来了 等级高一点以后 这个是补不过TA的呀 TA这个英雄等级高一点 开折光以后 那个攻击力跟开吃了双倍服似的 这个东西你是处理不了的 TA这个英雄 他的对线 就是一般比较难受的 就是一级二级会比较难受 三级以后能压住TA的英雄不多 三级以后能压住TA的英雄 普遍都得是自身 本身就得是线霸级的英雄 而且这样比赛到目前为止 小毛的子猫反补有12个 作为一个子猫而言 他的反补能够超过一个TA 这个已经非常非常的厉害了 我跟你讲 TA是一个比较愿意去反补的角色 这边接着追 小狗给上减速 跑不掉 转身一个长毛 然后TB这边再接着追 Cyberlite这里 偷住了呀 转身一个端 可以 马尔斯这波确实冷静 一直拖到了一个 找到了一个完美的 一定这一毛 我能毛出去 这个小狗的机会 下路这块TB 有走过了 看看 碰碰这块飞一下 然后小一双开交赌 往上追 感觉这个追起来好累 这边再叠一层毒 然后凤凰这里给上一个火 一个关 再叠毒 出来以后给一下 给一个平A 凤凰这边肯定是自己知道 跑不掉了 不过其实这一波凤凰已经拖出来 不够长的时间了 不算太亏吧 小狗跟末日两个人的经济 现在分裂第一第二 那个子猫的经济呢 在中路目前是2500多块 高等级的TA 就是当他的这个折光的等级 来到了三级左右的时候 二级到三级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开了以后 跟攻击力翻倍似的 对吧 双倍攻 对线期间只要开了折光 常驻双倍攻 死猫又破不了折光 这个东西在低等级的时候 是一二级没问题能打 三级以后打起来就越来越吃力 到了四级五级 尤其是到了五级 你再想去打得过这个TA 作为一个子猫的英雄来说是做不到的 而且我挺好奇的一件事 就是XG这个队伍 他们是真的不喜欢由衷 非常不喜欢由衷 这里杜姆大招给到 然后看一下对方的凤凰吃了一个杜姆 RTZ也被激活 nice 这波击杀完了以后 还有一个支援的Lion 把这个Lion也给他抓死 把这个Lion也给他抓死 RTZ利用自己的幻象呢 想要去击杀末日 不过没有找到机会 看看另外一次的心情 被对方支援过来的TA完成了击杀 但是小毛过来以后 收掉了对方的Lion 那两边的中单都是来到下路支援了一波 各自击杀掉了对手的一个四号位 然后两个人一起回中路继续发育 要知道子猫这个英雄本身就已经是被大幅度削弱 严重削弱的一个英雄了 他可不是一个说 还是那个刚刚有全财的那个版本 他不是那个版本了 他现在的整体成长被削弱的太多了 这里子猫要给残阴吗 没有 独狗选择是直接给上一个关 关完了以后 对方的TA身上有折光 直接把这个顶住我看看这个神符 怎么说 十分钟的神符刷在了上路 是一个奥树 地外这边用自己的幻象直接反补掉了奥树 因为对方的马尔斯在核道的一个位置 这样的话团队经济现在已经拉开到了一个3000家的差距 对方的电狗压制的很成功 小狗无解肥 杜姆无解肥 对方的TA勉强能够追得上这两个大哥位 但是TA在面对小狗和杜姆的情况下是没有战斗力的 他的折光跟没有差不多 杜姆直接一个大招怼脸上 待会出把跳刀带着狗 跳到脸上以后 一个大招甩脸 然后小狗出来一顿挠 跑都跑不掉 根本跑不掉 当然这场比赛会有另一个情况 就是会有另外一种情况 有可能会发生是什么呢 对方 因为现在杜姆的这个大招 他不带闭锁嘛 他对方可以用道具 也就是说如果杜姆跳上去 第一时间给这个大招的时候 对方的TA刚好身上是开着折光的 那么对方开着折光 而且跳刀没有进入到CD的话 那他是可以直接跳楼的 这个是现在杜姆跟之前 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所以要看对方尤帕杰的这个TA 能不能反应的过来 XG这个阵容想游也没有人能去 XG的这个阵容由衷的话 从这场比赛来说 独狗可以去 独狗可以去 就是紫猫 紫猫跟这个独狗两个人配合一下 跟对方的TA 你游走有的时候啊 就是你去帮钟 摇人帮钟 有的时候他的目的不是单纯的 为了说我一定要能够完成一次击杀 有的时候他可能只是为了 能够让我的大哥 为在一小段的时间里面 有一个正常发育的环境就可以了 这里子猫过来 打掉一个RTZ的小机 残烟拉住对手的凤凰 5级凤凰 但是对方Lion过来 Lion过来的话 先撤一下 然后马尔斯这个大招给的很完美 看一下TB也被穿刺起来 大招直接秒掉 小狗被对手一顿连控 西兰 这个AME有点尴尬 马尔斯回来以后 一个平A在家凤凰的输出AME 这波这个小狗送了呀 那这样的话 小医生能跑掉吗 后边没有陷阱 这里先放一个减速 马尔斯在接着往前追 给上一个长矛 钉到树上了 这个角度我正合适 TA过来一个平A 再加马尔斯的一个端 完成了击杀 TA这关开始打这个野怪 顺便谈了两次心情 再放一个陷阱 炸出来 心情果断的转身 给上一发关 让对方的这个TA 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追击 然后转身继续给对方蓄毒 紫猫过来了 紫猫这里 刮杀残阴 拉住 但是好像还是 没有办法完成后续的输出 不是没有办法完成后续的输出 是没有后续输出 这个阵容啊 杜姆给大不是能驱散折光吗 不太可能跳得出来吧 呃 折光这个技能自打出来 他从头到尾就没有能被驱散过 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被驱散的技能 这个尔兰给上一个羊 呃 小猫这里又被打成了一个残血的状态 哎呦呦 炸了一个减速 小猫这个掉血掉的有点多呀 这个折光这个技能啊 TA这个英雄自打出来 自打他这个有了折光这个技能 这个技能就从来没有被 就没有可以被驱散过 所以这个不是版本变化导致的 Radiance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Radiance structures are fortified 这里拦一个穿侧 定住 然后接上一个羊 大招 铁给输出一个仇篮 小野生里边 被击杀掉了以后呢 看看下路RTZ 下路的RTZ RTZ的幻象被打掉了 现在电稿的经济 已经是反超到了全场第一 那单纯的从杀钱 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RTZ RTZ可是一个老刷子了 不知道我说 RTZ是现在老刷子了 小狗现在7100 这RTZ也是7100 TA呢6800 末日6300 紫猫现在经济暂时排在第六 紫猫这个英雄 真的是刷钱的能力太着急了 而且现在的这个紫猫吧 现在的中单 你要为了带节奏呢 你又必须得去加一技能残阴 可是一技能残阴的等级一高呢 你的共鸣脉冲和异化的等级 你就自然而然就加百分高 加百分高就没有刷钱能力 然后就恶性循环 所以就要完全靠这个游走 但是游走吧 阵容又没输出 所以现在就 他G现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BP 他们这个BP确实是 有点就是主动提高游戏难度的这个感觉 真的是主动提高游戏难度 但是有没有可能TB转核 不可能的 TB这种局转不了 TB转核需要刷大量的经济 那你去让TB刷经济大哥怎么办 大哥刷啥 大哥给TB加油吗 不能吧 他说拆地怎么破折光 破折光的人倒是不用担心 破折光可太好破了 有末日在你破折光不用担心 末日都不用说别的 一个焦土一个大招 这俩东西破个折光 还是轻轻松松手拿把钻的 马尔斯一个毛 毛过来 拦一个穿测 独狗关 揪一下 看看这个TB来得及换血波 换血成功了 不错 但是对方的输出有点高 还行 这波没有打死 TB低大功 杜姆大招给上 然后折光秒掉 打完了以后呢 小狗开始往上追 对方的TA这边 居然还天真的想要选择TP 直接一个延刃 就给你断掉 小毛这里拿到游帕吉的经济 人头以后呢 人头出来到了10比7 团队经济现在领先2000加呀 那么 阿姆又是把比赛的节奏呢 往回拉了一波 还不错 还不错 小狗的下一个装备 准备去出的是 灰药吧 出一个灰药 出一个灰药以后 末日带狗去秒这个TA 就会比较轻松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末日的装备 点金加跳刀 下一个装备BKB 还是非常扎实的一个出装啊 有马尔斯空毛了 太漂亮了 来 陈刺一个大招 这边拿不到buff 感觉 拿不到buff了 蓝自己要死了 小医生生了一丝血 被烧死啊 这里紫猫残烟留住 马尔斯小狗 昨晚爆一下 临死之前 交了一个长矛 但是TB在人群当中 没有人理 TB这个没有人理 他输出是很高的 虽然是5号位 但是如果你团战的时候 真的不理这个TB的话 你就让他一直在那A 他其实是能A出了一些伤害的 这波团战紫猫打了1600 小狗打了1100 带走对方的马尔斯和Lion 而且是对方主动挑起的战端 打完以后小狗的灰耀快出来了 团队经济层2000多 拉开到了3000多的一个查局 应该是奔着4000去 这场比赛的战端 这场比赛又特别卡是吗 特别卡那就又是那个什么的问题了 又是这个 又是那个电狗的问题 好咱们切换成这个冠绝画质 切换成冠绝画质 一打团就很卡 那个是因为电狗的幻象问题 那个没办法 这个版本电狗的那个 好像是电狗磁场的问题 电狗的那个磁场会引发一些很奇怪的一些问题 哦这里马尔斯 大招大家长矛 凤凰变弹 留住 看看这个凤凰弹能不能打得掉 还差一下 漂亮 打掉了 反杀成功 nice啊 TC这个位置有一个幻象 TA支援过来以后呢 急查这个TV TV这波没有来得及换血 莱恩被小矛过来以后直接切死 末日开始交图 给一个大招到对方的TA身上 紫猫在接着往前追 还差一个平A nice 这波打完以后 人都说来到了16比9 领先了4000家的团队经济 那这么打下去的话 这场比赛 就已经是一个 可以说是形势一片大好 感谢邱老板的肯尼老板的 十二元大厂 谢谢老板 中年不易早起不易 大叔在展待了game十年 话说这大厂这个马绿太感人 还是推着看的舒服 刚才这波团战不卡吧 我觉得冠决化智 刚才这波肯定不卡吧 大叔毒奶 XG没输出 XG这个阵容是没是没什么输出啊 那你架不住SR里边 葫芦娃救爷爷 他葫芦娃救爷爷呢 我能打办 这边看一下 马尔斯一个长毛 钉上去留住 然后呢 一个大招 狂住两个 不过毒狗的技能 还是完成了 对于凤王的击杀 摩金TA过来 给出出毒狗一个关 来过来以后呢 没用上了 他呀 没用上了 这边的马尔斯 直接击杀到了心情 两边降游一换一 现在的问题是 XG要尽可能多的 利用对方 现在毒狗和TA 双核 甚至加马尔斯三核 都要刷钱的这个时间点 逐个击破 因为XG这个阵容 就是主打一个 我所有的叔叔都扔出去 只能击杀对方一个人 所以他必须要去 把对手逐个击破 你说就我想着 我这一波团战 我随便甩几个技能 把对方的血线 大幅度都压进去 然后再甩几个技能 或者大哥跟上去 给输出 我就能啃快的 击杀到对方 两三个三四个人 这没有这个能力 对方倒是有这个能力 对方一个马尔斯的大招 加长毛 加多王 加蓝 穿刺 加凤凰变蛋 这中几个人 写少点的 直接就秒了 写多点的话 就变残血了 然后TA加电狗 两个人上来收割输出 这个东西很厉害的 还有这俩酱油啊 差点被弹死 两边都是 打掉一个魔方 我去 小毛拿到了魔精 金晴自己买了个魔精 然后的经济 最差的就是 小毛的紫毛和TV 这哥俩随机 随到这个小毛身上 凤凰变蛋伤害那么高吗 凤凰这个变蛋的总伤害值是不低的 而且他不是说他飞上来以后 他就只变个蛋 他肯定是飞上来以后 然后把你所有能扔到的脸身上 人身上都扔一脸的那个炼精灵 扔一点炼精灵 然后再变蛋 大家是马尔斯 马尔斯数数 马尔斯团战斗 他那一整套伤害上去以后 马尔斯这个英雄 伤害吧 特别有意思 你说他伤害高呢 他确实不低 但是他这个伤害特别容易出现 我这一套技能打完了以后 他就没输出了 就后边的瓶A是没用的 他属于是那种 大招长矛 端用完了以后 就只能去瞎溜达 然后等下一个端的CD那种角色 但是问题是这个时候呢 包括像莱恩 像凤凰这些英雄的伤害 他是能够起到一个接续 伤害者能接上马尔斯这个英雄 就会显得在战场当中无所不能 不过现在马尔斯的经济 实在是太差太差了 对于XD来说 现在是一个场面上比较 优势比较大的一个时期 挺奇怪的 现在帕克这么强势 看不到了 我告诉你为什么 帕克这个英雄 他有一个问题在于 他的核心输出 想打出来的话 需要的装备太多了 然后呢 还需要很高的一个等级 在这么多等级和这么 多装备的一个要求的环境下 那么这个比赛打起来会比较累 而且帕克到游戏的中期的时候 他其实是需要这个整个队友 在中期的时候 能够顶得住这个局势的 因为中期的帕克很尴尬 他的法球沉默和大招这几个技能 一旦对方有了BKB 然后这个时候对方有个2000左右的血量 有BKB的情况下 帕克这个英雄在战场当中就特别像一个搞笑角色 真的特别像一个搞笑角色 他就他更主要的作用就是去骚扰后排 而这个要持续到 他的物理装成型加25级加1仗才行 所以这个帕克这英雄 其实他的真空期是比较久的 阵容搭的好 他很好用 马尔斯这边BKB开起来 然后呢一个长毛盯上去 再加一个东 然后自己开始跑 对手大宝剑 救一下 马尔斯里边技能已经放光了 赶紧撤了 马尔斯身上因为没有TP啊 在TP在CD也没有TP 所以这波也没有办法利用自己的BKB才TP 不过 看我刀直接做BKB的马尔斯杀起来也确实是真的累啊 你开牌子发言了没 还没有 还没有 这大青岛的6点多应该不会有人过来剧透吧 我去 这要来剧透 我太厉害了 他只能说 这TA经济好低 尤帕吉这个选手 他是这个样子 这是选手特点的问题 这块蓝 一个穿色 一个TP 结果被残银拉住了 拉出来以后 这A死 另外一边J死 漂亮 尤帕吉这个选手 他的 他好像是打过不同的位置的 我印象当中 他好像打过几个不同的位置 他追求没帅还是这轮才剥呀 我当然是这轮才剥了 我什么岁数了 我还能从昨天晚上 你要知道这个比赛可是昨天下午6点开始的呀 我要是从昨天下午6点开始剥剥了 现在就剥12个要时了 一天得招15要时剥了 我还能从昨天晚上 你要知道这个比赛可是昨天下午6点开始的啊 年轻的时候不一天拨16个小时 我敢把红牛当水喝 我灌几边红牛 我愣撑着可以 现在狗命要紧 怎么钱不钱呢 少挣点得了 狗命要紧 再说能说说5号位TB的思路吗 5号位TB这个东西 主要的作用就是一个 其实5号位TB的这个作用吧 主要作用俩 一个是大招救人 一个是变身输出 它其实是个输出向的输出 但是它的这个输出呢 更加倾向于团战型输出 就是它主打的一个团战的时候 别人不爱理它 然后它在旁边偷偷摸摸的打伤害 大招还能去救一下人 这种角色在团战当中的时候 经常有一个奇效是什么 它能吃好多技能 它能吃好多伤害和吃好多技能 因为对方打这个英雄的时候 他如果想把他秒了 对吧 TB英雄中你想把他秒了 你要么给给他交空 要么给他交高爆发 反正你得交一个 你不交他待会儿 跟那儿盾给你换个血 我还以为是倒影恶险人 分身开视野 这些功能也有 这些都是它的功能 这个没有问题 你的理解一点问题都没有 只不过就是说我在观察的时候 我更加会注重他在整个比赛当中 团战的一个表现 给马尔斯一个长包钉回去 开始BKB开始跑路 TA这个经济这么差 对于XD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紫猫现在身上的装备是A杖 加上分身斧 下一个装备做冰眼 白字的攻击力已经234了 分身斧加这个学徒之礼 加A杖 属性是高啊 这个 小狗直接开狂暴上高 马尔斯手里边没有BKB 所以暂时他也不敢强行上开团 地外的这个 TB也开了个变身 TA和电狗的分身在外面带线 刷钱 看一下电狗的装备啊 电狗现在手里面是雪急分身 雷锤点金飞鞋 还没有复零锁 没有复零锁是好消息 TA是大推推跳刀啊 灭夹夹腿马尔斯跳刀BKB 中立装备带了一个情趣外衣 齐齐齐齐外衣 小狗里边是双刀 灰药向尾鞋 B张带盾 然后中立装备带了骑士剑 紫猫手里边也带了一个玻璃大炮 玻璃大炮这个道具的名字本名叫天珠之咒吧 没记错 没记错 真是中年不易啊 找工作要吐了 感谢蒙老板的两家园 孟老板的两家园 谢谢老板 啊这边一个工程脉冲在沉没直接给他停车了啊 停了个车下来小狗两下带走 电狗开始到处带线 这里马尔斯中了一个杜姆 中了一个杜姆 中了一个杜姆以后 看看这个后续的伤害 好像是可以烧死 还差一段 走 漂亮 不过下边紫猫被抓 下面紫猫被对边RTC的本体家Lion给蹲了 让两边各被打掉一个主力位 不过这个小毛给的钱有点多耶 啊其实给的都不少 小医生单杀对方的这个马尔斯给了732 这么值钱的吗 小毛给了804加393 好歹身上有个杀人乌麻 加上他们的场面优势 一个马尔斯凭什么值732啊 这马尔斯哪有这么值钱 不合理啊 现在电狗的经济呢正在逐渐的拉开和身后 其他人的一个差距 啊感谢K老板的十英望大赏 这个点看见大叔直播感动 谢谢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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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一下宝石在谁那儿 宝石现在在在对手的Lion这边 嗯在对手的Lion这边 拥有者是心情啊 心情买的宝石被对手给抢跑了 这马尔斯 哎马尔斯这个长毛没有没有晕垂啊 留不住 待会儿下一个专门 我去上路看看这里 毒狗关救一下 那么在毒狗电狗继续输出 不过电狗现在这个输出的数值好像不太够啊 漂亮 紫猫在这里单抓掉了对手的一个凤凰 主要是末日 手里边现在又是冰甲 又是这个火焰斗方 护甲有点略高 10加23 30多的护甲 还有香味鞋 30多的护甲 电狗现在的这点装备和输出 确实不太够看啊 下一个装备他准备出的是羊刀 没有先去把漩涡升机成复零锁 而是先去做羊刀 这个羊刀的就有点说法了呀 雪姬加羊刀 这是奔着秒小狗去的呀 但是对方有毒狗的情况下 其实这个羊刀加雪姬 想秒人还是有点困难 拖下去好打吗 拖下去这场比赛 拖下去的话不太好打 因为这场比赛就像我开局说的 这个插进阵阵容整个输出有点低 你越往后拖 对方的这帮人越肉对吧 他的装备越好等级越高 他越肉你打死一个人的成本 就是技能成本和时间成本就会越来越高 而且从带线这个角度 从机动性带线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那SR比XG这个阵容 那领先的就是一个次元吧 那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说领先一点点的问题 你别的都不用说 让TA的飞雷神加上电狗的幻象出去带线 就这俩东西你说你怎么解决 甚至TA都不用飞雷神 研一条线埋一堆陷阱 拿陷阱炸兵都能够你一兽的 这边看看这个马尔斯 这BKB就别开了吧 这个BKB其实开的多余了 可以先秒毒狗嘛 先秒毒狗是秒不了的 SR的这套阵容不是一个冲后排的阵容 他这套阵容就是一个谁来打谁的阵容 谁在前面我谁过来我都打谁 他是这么合真 请请你 感谢大佬微信拿上的50大阳啊 谢谢老板 哎呦我手机掉地了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这把TB辅助是因为马尔斯太克TB了吧 应该有这个影响 因为TB是第一手选的 TB是第一手选的 他说现在的猫系中单强度咋样啊 嗯 说句实话一般 就是非常非常吃节奏 火猫呢 主要是因为法师克星变弱了 所以火猫现在有一点难打 然后呢 紫猫的话是因为被削弱了 连续削弱了两个版本 数值太低了 不太好打 蓝猫呢是这个英雄的节奏不能断 他这个英雄节奏一断 不好打 所以这三只猫 作为传统的中单三只猫 现在的这个处境呢 都是 不如以前 整体来说不如以前 好 杜姆这个地方过来打一打电狗的分身 不过电狗这个分身要到时间了 虎猫呢 虎猫现在就更拉了 虎猫现在处于是一个 这全方位哪都不好使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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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TA的经济和紫猫的经济差距不是太大 TA跟小狗差两千块 那么比紫猫多一千块 末日的经济现在排在几方敌业和小狗兵猎 毕竟点金啊 点金加上吃兵再加上山上有个烈焰斗篷 这个火焰斗篷这个玩意儿每秒45点伤害 也等于一个小灰奥了 因为灰奥才60嘛 来马尔斯这里又被定住了 开BKB给他一个大招 再给上一个长矛子猫刮出来 马尔斯里边又被打死了 这是打算要带线吧 他这个带崩吧 这完全就是在靠带线来打呀 他们现在的带线甚至不惜让这个马尔斯拿命去带 果然在做飞雷神 这个飞雷神你让他给做出来的话 看看宝石 看看宝石拿回来没有 又买了一个 又买了一个宝石 买个宝石是对的 买宝石是对的 买宝石铲陷阱 把陷阱铲光 不把陷阱铲光了的话 一会对面飞雷神疯狂带线 你这跑都跑不了 这块子猫被钉 连续扬刀 秒了 AME过来打天歌 但是只有你一个人 你真的呆脚步吗 这个里面独狗也被秒了 AME钻 然后马尔斯过来 看一下这个马尔斯的技能 准备怎么给 这里陷阱炸一下 这里给上一发穿刺 然后接着留 马尔斯再一个端 小狗崩出来 直接选择一个狂暴TP 漂亮 这一波的话是交到了一个子猫 一个毒狗 小狗的话是靠着自己的林肯 加上狂暴TP 成功回到了家里面 团队的经济呢 现在被对方拉近到了5000以内 DA为啥35分钟还出暗面 他的暗面早就有了 他不是刚出的 他的暗面是大推推跳到暗面 那么出的 后来才出的MKB和仪仗 他可不是35分钟才出的暗面 这里马尔斯BKB开起来 大招定住 然后小狗开始往外找人 但是小狗一个人看见TA的话 没什么欲望RTC的幻象被对方打掉 这300块是给到了 好像是给到末日 给到末日还是给到毒狗了 我看这个钱是一个偏绿色的 没看清楚 感觉XG再不推要出事了 XG不是不想推啊 XG一直在想抓掉对方的一些点 然后推 而对方的这个马尔斯拿命带线 然后电狗拿分身去带线 XG整个的阵容 他抓人成本太高了 我这种选完了以后 我不是一直在给大家说这个事吗 他的抓人成本过高了 这块看看电狗的幻象 直接一个扬刀扬柱 血迹给上去 然后疯狂输出 然后紫毛加小狗 两个人过来 打掉对方的这个电狗的幻象 又给到几百块 小狗山上带了个艾维纳之语 揉山盾还有一分钟 给走传送门TA TA这个位置 TA这个位置 TA这个位置原地隐身啊 被焦土烫了一下 对方没有找到 电狗的分身击杀奖金是固定的吗 是的 根据等级固定 哎 RTCG被留了 这个地方动不大招 给上去 TA过来给推推救一下 但是没有能够跨地形 看看小狗在接着追 这个肯定死了 这个肯定是死了 TA直接飞离神走人 往回撤一下 抓死电狗 这边再抓死一个莱恩 不错 有机会上高了 对方的电狗 现在倒是有钱买活 不过刚才这一波 击杀对手的电狗 直接给了一千多块钱 到小学生身上 小学生的经济 瞬间来到了 两万八千块 起飞了直接 655的助攻 加一千的击杀 这个可是太值钱了 TA呢 现在是跑到外面去带线 马尔斯回到家里面来 看一下要不要开个塔房 塔房开起来 稍微拖点时间 清理一下兵线 TA还在继续 这个下路在带线 马尔斯呢知道自己现在上去 没啥用 那他们应该是想等一下 这个Line复活 然后电狗买活吗 那这个高地就这么给了 末日已经提前TP回去了 看看TA TA往回跳了一下 然后直接走 正面留住子猫 这里马尔斯给输出 但是没有电狗 你们的输出在哪儿 但哥们你们这是咋想的 也是团战达的 子猫这后半夜才想起来 我要买活 买活了以后呢 这里子猫直接出来以后 分身府加一个刮沙 那这RTZ买活 你说他白买了吧 好像也确实是帮着 守住了中路的这个高地建筑物 但是你说的这个买活有什么用呢 好像也没有什么用 RTZ也是个不会买活的主 我跟你说 他们这个他们这个买活全是负面教科书 如何让自己的买活非常的没有用 你要学他们这个买活就可以了 好这边直接拆中路高地 中路的线呢没有人能出去断 所以这波这个中路的建筑物还是可以马上拆掉的 马尔斯在下路的高地附近 马尔斯在中路跑过去去断一波兵线 下路的兵线和中路的兵线 不过已经有一波兵线上到高地上了 也没有人过来清这波兵 SR这个队伍 这个稳定性是真的真的真的差 感谢陶老板的石刀打赏 谢谢老板给大叔付个税票 大叔加油奶中国队 加油奶中国队可还行 不是4点多开打吗 这怎么才第一场 因为前三轮全都打成了2比1 3B3拉满 前三轮全是B3拉满 SR不行要SSR 那我这要是建核战队起名叫SP 我起步无敌了 中路的兵线一直没有人去断 光跟这断上路跟下路的线 这个SR他们整个队伍 这个比赛打得好抽象 好抽象啊 他们这个 这块看一下毒狗 这个毒狗被电狗单人过来抓一波 然后起来以后直接跳脑走人 电狗的幻象马上到时间了 这个钱赚不到了 这又扔了一个草莓啊 中路的线终于给带出去了 下路的线呢 一直在XG这个附近 对于SR来说 现在落后1万3的经济 感谢黄老板的三刀打赏 谢谢老板 XG有机会进4强嘛 XG有 后边两轮比赛他们都赢下来的话呢 就是 有希望能进4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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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TB里边也做到了灰药 补助位 TB现在宽容之靴加灰药 加祭品 光环怪当的飞起 现在个人经济来看的话呢 小狗3万 然后末日是3万1 对方的电狗3万3千9 马上3万4 TA是2万9 比小狗稍微少一点点 子猫的话经济要差一些 子猫这边2万5千1 子猫这个经济算正常 不过对方的马尔斯经济是真的穷的离谱 分身继承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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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打算用分身来帮着去处理一下兵线 要不然的话对方的这个带线太厉害了 看看这块铁来直接跳到走一下 这个兵甲打到了 可以 大招给上 nice 留住了 直接把这个铁给他送走 可以上高 赶紧上高 赶紧上高 直接把上路的兵线带过去 拆了他的上路二塔 这个时候不要犹豫 千万不要犹豫 想着什么 我去打个盾 千万不要犹豫 直接逼过去 逼过去 让他买活 他买活完了以后 然后再打盾 这个节奏就对了 让他买活 让他买活以后呢 这个时候呢 再回撤去打盾 是最稳妥的一个打法 二 又是用一个 哎 这边马尔斯过来 大招定住啊 先秒毒狗 没秒掉 小狗一个钻 救下来 铁拳灯了买活 逼你开船 马尔斯被留住 紫毛的残银给的非常完美 直接刮到树林里面 找到对手的 蓝人 蓝人被秒 TA第一条命被秒掉了以后呢 也是选择了买活 蓝人也选择了买活 但是马尔斯 呃又被秒掉了 马尔斯又被秒掉了 马尔斯又被秒掉了 马尔斯没有买活 凤凰也没有买活 那这一波的话就结束了 这场比赛就结束了 可以可以可以 SR这波反正这个团战打的位置 没太看明白 他们在干嘛 不是很懂 不是很懂 电狗在下面跟对手在换家 但是你电狗一个人换家 你确实是换掉了一路吧 比如说 主要RTZ呢 还在拿自己的幻象 哎呦这里TB过来换个鞋 然后隐身开溜 RTZ继续拿自己的幻象 在这打另一个磁场 哎呦这个门牙塔 还这样让他给打掉了一个呀 家里面有一个 家里面有个陷阱 这个陷阱 这个陷阱有有问题 这个陷阱没有人去拆 电狗有大飞鞋吗 我看一下 电狗有没有大飞鞋 电狗有大飞鞋 好这里又留住一个来 可以 电狗有大飞鞋 TA这边有飞雷神 提前买好了陷阱去清兵县 你别说SR还真有跟你换家的机会 两边现在都有一个塔房 电狗加TA的拆塔速度 呃不会比差距慢太多 而且现在差距少一个门牙塔 看看这里电狗的幻象被打掉 电狗的幻象被打掉以后 TA冰线带不出去啊 冰线带不出去的话 那这样的话 应该是结束了 马尔斯直接一个长矛 看一下TA撤回来 诶 肚子第一时间没找到人 DKB开一下被TA打两下 掉了大概 这也就是五六分之一的血吧 看后AME崩出来开狂暴开始拆 那么这个时候蓝还有20多秒钟的时间 电狗的幻象刚才第一波呢是交掉了 拿磁场稍微拖一拖 TA现在带不出去线 电狗拿了自己的一个幻象出去 准备去清理一下冰线吗 这个幻象是在干嘛 这到时间了这幻象 TA直接飞雷神出去清理一下下路的冰线 哎这打掉这个东西 不打不打的话就算了 不打的话呢 这样的话应该XG一场比赛还是可以赢的 现在 现在由于 XG没有去清理这个下路的冰线啊 没有去清理下路的冰线上面的这些 这些传送阵 也就是TA的陷阱 这个东西我感觉这要出问题 天徽的一个扫描扫到人了 扫到人了 哎看一下小医生小医生还行啊 这波运气不错没被对方炸到 这要是被炸到的话有可能要出问题 肉山那边肯定是XG拿到了 SR把下路的这个冰线再往上带 他们准备去换家 准备去换家的话 现在XG 现在XG把下路冰线推过来 你沿着下路冰线带过来去打 这就稳赢了这边 这边直接刷新子猫过来啊 可以 直接带走对方电狗 那结束了 那就结束了 那没啥可说的 看这边直接一个TP开6啊 那比赛结束了 电狗没有买活着拿你凭什么手啊 小医生刚才这波抓的抓的是真不错 而且非常果断的直接开启了刷新球 那子猫出来 凤凰直接贴脸变蛋 马尔斯大招找到一个毒狗 这个毒狗被击杀掉以后 小狗是钻了一下 凤凰变蛋砸晕三人 没有打掉这个凤凰蛋 不过问题不大 我少一个毒狗 你少一个垫狗对吧 虽然两个人都是狗 但是不重要 你这边马尔斯的大招和BKB也都开了 凤凰的弹也变了 这个我都不知道这团战怎么输 好吧 来人过来一个羊一个穿刺 然后呢再接一个羊 贴脸蛋给输出 不过这个输出明显是不太够 那么紫毛进来刮一下 对方的微光披风 救一下自己 哎呦小狗这边掉血掉的 还真有点快 钻出来再砰出来 马尔斯选择了买活 小狗开始吸血 又怕急被贴脸了 这里给上一个推推救回来 马尔斯在正面 又被两轮激活直接送走 买活死吗 这边微光披风救下来了 我去 紫毛这边再一化砰一下 TB也被烂给了一个大招 马尔斯一个端一个品位带走了 TB是可以买活的 门压塔已经拆掉了 超级兵正在拆除基地 看看TA出来 还在想着秒对方的毒狗 你基地都扛不住了 你还在秒毒狗 小狗这边再出来 挠死一个对方的凤凰 然后再挠掉对手的马尔斯 超级兵从投射车直接拆掉基地 GG 好那么这样的话 双方BO3的第一场比赛呢 最终是 还是这个XG技高一筹吧 XG里边技高一筹 拿下了对手 好了那么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桑和达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的话 别忘了收藏 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本场比赛先到这里告一段了 稍稍休息一会带来双方BO3的第二场 我们下场比赛见 摸摸摸 我们下场比赛 我们下场比赛 我们下场比赛